GX 終於出了 可以改名叫遊戲王 GX 大家進來看到畫面是一模一樣的 但究竟怎樣才能夠開放呢 我相信是這裡的 解了任務之後 按這個 就會獲得 新的世界開放 Next Generation 不要再彈出來 我這個緊張的時刻 GX 這樣我就成功開放了新的世界 他叫我們按這個 按這個 切換 解放解放 變樣是不是?好像會變樣 不同了 好強勁啊 好厲害啊 這個叫什麼? Hanekuribo 中文是什麼? 雨翼 雨翼不知道什麼 雨翼栗子球 一開始是Nios 我們 解放了新的地方 我們看看新的地方 是否一樣拿不同的道具 燈 然後氣球 垃圾桶 還有石 好 5顆石 還有噴水池 我們按的地方是一樣的 只不過場景不同了 我們由一層的遊城十代 開始假任務 先看看他有什麼技能 第一張卡 Wildman 方野俠 他不會受到這個陷阱的效果 這個第一個技能 這個很有用 當我們2000血以下可以發動 會多了一個場景卡 令到你是如果低攻過敵人的話 加1000攻擊力 接著的卡片是 Fezar Window 如果我們場上有Fezar Man 有翼那個 整隻雞的綠色那隻 就會令到對手發動的陷阱卡 和魔法卡無效化 然後 經典了 Fezar Man加這個 Bastor Lady 如果被戰鬥破壞 送入墓地的時候 可以發動他 將對手的攻擊力 傷害對手 其實是否可以攬炒 經典 我記得 可以抽卡 如果手牌只有一張 他可以特殊召喚出來 當他召喚成功的時候 可以發動自己的陷阱中抽兩張牌 但是只限於我們場上沒有其他牌 才可以用到抽卡技能 接著熔後Hero這個技能 我還沒開放 我要主角這隻 待會就這樣升 這隻好洋上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隻 而且看來都不太厲害 如果我們場上有陷阱卡 或者魔法卡被蓋在這裡 他可以直接攻擊敵人 這隻我之前玩真卡有玩過 打爆敵人可以回到他的攻擊力的血量 但攻擊力很低 這隻很噁心 不過效果看起來不錯 當他存在在墓地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次 將自己LV5以上的E-Hero 不用消耗祭品地召喚 戰力補充 這個是抽戰士用的 這個城之內都有 天堂人2000房的 Obersolu 可以接著召喚自己墓地裡的 通常怪獸的E-Hero 就是Neos應該都可以召喚得到 之後就鬆聲鬆聲 咦? 無緣無故有一隻魔法族 如果自己場上有這張卡片 他不能再次打多一張 是不行的 當他在場上 敵人就不能選擇 他以外的Monster進行攻擊 這張卡片被人戰鬥破壞的時候 在戰鬥階段完結的時候 他可以特殊召喚在別人的場上 如果他被魔法卡或者陷阱卡破壞的話 他可以選擇對手場上的其中一張怪獸 選擇並破壞 Light of Justice 光明正義嗎? 糟了,LIKE 如果你場上有多少張E-Hero的卡片 就可以破壞對手場上多少張魔法陷阱卡 我們看看遊城十代的本身 究竟有什麼 Hanekuribu 當他在場上被破壞送入墓地的時候 才可以發動 在這個回合結束之前 所受到戰鬥傷害所有都為靈 那就沒有普通的栗子球那麼好用了 Bastor Lady 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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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 Lady 魔法卡 可以選一隻怪獸 他不可以直接攻擊 但是可以根據自己場上的怪獸數量 而令到他可以打很多次 我們主要就是打Festor Lady 和Bastor Lady 融合 應該有融合卡吧? 沒有 對,要升了 不過除了他本身的Dead之外 我們今天更新出了另外一個 本身已經組好了 但是 這副由於是相關EHero 所以我們一定要買 還要買他的Protector 扣入 買吧 來了 馬上來 沒什麼霸氣 整副Dead只有三張SR卡 其中有兩張是融合卡 但是他的樣子是不同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弄成這樣 我覺得普通融合卡更漂亮 接著這張是效果不錯 當他打出來的時候 可以由Dead那裏洗一張融合出來給你 即是類牌的效果 接著還有另一個技能 就是可以將Dead裡面另一隻EHero送入墓地 然後他送入墓地的卡片 幾多防 會變成他的攻和防 即是如果你送到一隻高星的怪獸 他會變得很厲害 不過有一個副作用就是 當你用了這個效果之後 你不可以融合任何怪獸 整副Dead應該是這張最有用 不過他是剛才我們說的兩個效果 二選一每一圈 所以如果想玩這個扔牌 幫他變加攻勁一點 應該是要三張 整副Dead都是我沒見過的EHero 這是什麼?Flash 當他被戰鬥破壞上墓地的時候 可以將自己墓地的EHero三種除外 接著在自己墓地拿回一張魔法通常卡 不過要首先融合一些怪 把他放在墓地上堆肥的墓地先 當他對於對手造成戰鬥傷害的時候 他可以將自己除外的EHero特殊召喚 所以Flash如果除外了這些大怪 就可以用他傷害別人 再特殊召喚出來 不過前提是要他傷害別人 他只有1000攻 有點難度 接著這兩張融合卡其實很廢 當他如果對水屬性的怪獸進行戰鬥的時候 他才會加1000攻 不然他只有2300、3600 沒有其他就算能力 還有一張厲害的就是 當你常常有EHero怪的時候 你可以將手牌兩張4級以下EHero特殊召喚 這個不錯 回血 沒用 加攻 一般 不過有穿埋防 都算OK 可以擋一次攻擊 不如用鏡壁 融合回收 撿回自己墓地的融合 以及一個融合怪獸 這個有用 這隻狗都有用 當你融合過怪獸 墓地會有融合卡 以及有怪獸卡 當他被戰鬥破壞的時候 可以撿回自己墓地的EHero 以及融合卡一張 用來撿回牌 來到最後一張Hero劍參 這張牌 當對手攻擊輸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動 讓對手選自己的手牌 選一張 如果對手選到的是怪獸 他可以特殊召喚 如果不是怪獸 就要被他扔到墓地 即是陷阱卡 魔法卡 所以開這張的時候 然後通常自己手上都拿著好一張大怪 他一定要抽到我們的怪獸 一定可以特殊召喚 還賣場地 買 有關這條東西 我全部都要買 OK 所有的卡片 我只要再買一次 給500石 再買 全部卡 齊三張 就是這樣 但其實城市內那副Dead是厲害很多 因為大家如果有去Duel Challenge 試用這兩副Dead的話 你會發覺 我玩傳說之戰士的時候很容易過關 我玩EHEO劍參 我起碼玩了15副Dead 我才能打贏 所以新手來說 其實我推薦大家玩城市內的傳說之戰士Dead 裡面其中一張卡片 我覺得EHEO應該都可以用得著 看看之後的大怪有沒有戰士族 如果有的話 可以裝備到他 然後拿出來可以打兩次 原來全部都是戰士族 不過城市內這個卡片 我會留下下一條影片 再跟大家介紹裡面詳細的內容 想繼續看下去我下一集城之內的卡包的話 記得按個訂閱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看直播的朋友 記得按個鈴鐺 會通知大家 以及撒開我的Facebook page 那裡有最新的直播時間表 給大家參考 以及最新的資訊活動和大家玩 我們下集再見 SOP